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5月2号星期四 Linux系统在互联网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作为一个Windows用户 学一些Linux的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个人也是作为一个长期的Windows用户 比较了一下 选择UB系统作为一个入门学习是比较适合的 为什么 这个是DigitalOcean里面 几个常见的一个系统 这个是FreeBSD 这个不是Linux系统 不用去管它的 这个是Fedler Fedler是红帽子体系下的一个系统 相对来说比较专业 Linux的创始人 据说也是在用这个系统 它这个系统衍生出CenterOS免费版的 这两个都是免费版的 相对来说比较专业 另外一个体系是德班的 德班系统是独立的 不受任何商业公司影响的一个版本 是免费版的 它衍生出一个版本是UB系统 是接近Windows用户使用的 有桌面版 其版本分为桌面版 服务器版跟其他Cloud版 这种都有的 这个是和Windows用户学习的 这个Linux Smart是UB系统 继续衍生出来的一个版本 这个是直接为Windows用户 专门打造的这个系统 初级入门的可以学一下这个系统 所以作为Windows 你如果认为自己比较熟练的 还是建议用UB作为一个入门学习 你安装桌面版以后熟练 转到服务器版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如果以后熟练了 可以再增进一步 学德班或者CentOS等其他系统 这个是个人的一些想法 最后谢谢大家